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了板橋的菜卜意麵 這是這一攤正面的樣子 說是在這個菜市場裡面隱藏版的店家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在菜市場裡面 應該是蠻平時的價錢 這還有紅燒肉跟中捲 老闆娘,妳好 那我要一碗菜卜意麵這邊吃 好 然後還要那個菜頭刺肉湯 乾的好了 乾的刺肉湯 對 那個中捲一份是多少 八十 那鯊魚園一份多少 都是八十 三點又五十 三層到也是五十 那我一份三層就好了 謝謝 據說櫃店在這邊已經是歷史非常悠久的店家 大概幾年 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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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好,OK 好,沒關係 好,沒關係 好,肥,這隻肥,這隻五花肉 很久了 那營業時間可以問一下嗎 七點半 七點半要兩點半 七點半要兩點半 那有公燒嗎 有 燒禮拜一 喔是 謝謝 好,那就吃吃看喔 應該是蠻好吃的 好,那老闆介紹他們有這個油泡辣子跟辣椒 好,還有這個很特別的辣椒水 辣椒米酒水 辣椒米酒水 那我加了一點點 比喲 這個就是很特別的菜脯意麵 對,我們是菜脯意麵 對,吃肉湯 好,謝謝 好,那已經賣到XX年了 因為已經不曉得是第幾年 好,現在已經拌好了 感覺就是一個古早味的感覺 一面好細啊 感覺就是裡面有豬有肉燥 還有菜脯 然後 這個辣椒 這些佐料 嗯 混合起來蠻好吃的 蠻有一種古早味的風味 喔,麵很細耶 蠻特別的啦 就感覺是假醜吧 但是口味也還不錯 蠻特別的 好,分數是90分 可能要親自吃過才知道啦 就是這個 平價小吃的感覺 但是 也不會說難吃 但是 就 要怎麼講 就是配便當旁邊那個菜脯 哈哈 好 90分 大概喜歡的就很喜歡 平價小吃 然後麵還QQ的 蠻 其實我應該還是要實話實說 重點就是說 喜歡的你就會喜歡 可能不喜歡就覺得還算蠻普通的 哈哈 所以到底是哪一邊喔 不好說 85分好了 就是 想像的說的味道 就是 就是這樣 好,再來是這個 菜頭吃肉湯 以上都是本人的感受啦 不代表全部的人 生意也還蠻好的 恰肉湯 嗯 這個肉羹還蠻新鮮的 但是就是說 它這個肉羹的調味偏甜 但是在這個魚醬裡的味道比較甜 好 甜在這裡面 甜蜜蜜 你笑的甜蜜蜜 後面忘了 好,總之真的比較甜一點 如果沒有這個甜味 我會覺得好吃 好,OK啦 因為 評價小事就是有它的風味 好,這個 合不合個人口味 就真的是看個人 那這肉羹還蠻大塊的 這個幾乎湯匙撐不住這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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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只是比較沒有喝我的口味而已 好,再來是這個五花肉 肥肢肥肥肥肥肥肥肥的 酒 酒 酒酒也還好 好,慢慢嚼就才會有這個五花肉的鮮甜味 好,還可以啦 好,還可以啦 就這個 在地隱藏版的店家 就看各位朋友 我是覺得就是85分85分85分 就是 比普通再好一點點而已 好,可是以上都是我個人的感受 不見得你會覺得普通 好 好,但店家蠻客氣的 好,那總共是140 好,謝謝 好,那就 價錢問老闆 好,謝謝 掰掰 好,那既然這邊是菜市場 我們就順便逛一下 好,這邊有一個活力蔬果汁 好,那停車不好停要注意一下 那這個就是菜博一面 好,這邊還有一個蠻特別的 麻油雞肉飯 好,那這個饅頭很漂亮啊 好,那這個饅頭很漂亮啊 山東饅頭 但是顏色很漂亮 有,紅色,黃色 南瓜,黏味 哇,這個玫瑰花的耶 對 哇,好美啊 是,謝謝你 麻煩我要買雜的啊 好,要幾個 買五顆 假設這玫瑰的一個是多少錢啊 玫瑰小朵25,大朵50塊 喔,這樣 好美啊 好美啊 這真的好美啊 好,那個饅頭真的很漂亮啊 這是活蝦耶 剛看到還在動 喔,蜜豆腐 好香喔 這家冬瓜味道很香耶 我下次要吃吃看 香香香香 超香的 喔,那個Dongway的味道真的很迷人啊 喔,這邊感覺好像音樂聲音很大聲 我就用我的聲音蓋啊 不過,那那那那那那 這邊就是有這個海鮮類的啊 好,再來是這個 半年貨的時間了 像這個罐頭 以前我媽都會買這 這幾種罐頭 然後煮雞湯給我喝 蛇生雞湯 蛇生雞湯 喔,好大喔 痾... 好啦,就這樣就好了吧 好,一小段 瓜蓮放山雞 好,請問這裏是什麼菜市場啊 新龍市場 新龍市場 謝謝 好,這一攤也不錯 拍一下 謝謝 好,有興趣可以來這一攤看一下 這個海鮮類滿齊全的 哈哈 好,新年快樂 謝謝,謝謝 好,那現在又走回去 這一攤是賣甘蔗四點藕茶 鮮草茶、冬瓜茶、青草茶、苦茶 好,總之有這個 飲料單可以看 好,今天就走小小一段了 好,這個 這個素食這一攤一定要吃吃看 很香 好 現在這都是全素的嗎 這個是淡奶酥 阿如果要全素的話 可以另外做 喔,是 阿這個都全素的 喔,是 好,謝謝您 可以吃 可以賣 好 好,那就帶各位朋友走小小一段的菜市場 只有小小一段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祝各位朋友 愉快的一天,掰掰